这个吉林一个山西 隔得还挺远 在哪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在一个朋友就位上面认识的 当时吧 我感觉他这个人挺老实的 也感觉他挺帅的 然后我就伸出手 就邀请他跳个舞嘛 结果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吃他手里面的爆米花 一把有爆米花塞到我怀里了 当时我还一乐 我这人是天安萌啊 我当时心想 他这人特靠谱也特老实 结果处了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老实啊 他就是说话干事没脑子 他都做了一些 什么低情商的事啊 平时我生病嘛 一般男朋友不都是 徐寒问呢 端茶倒水的嘛 他老好 他说多喝点热水 平时生病还是喝热水 我那次演进去 他还让我喝热水 我就不明白啊 这热水是你家共的呀 生病了不都喝点热水 对身体好吗 我眼睛肿得那么高 你不带我去看医生也就算 你让我多喝热水 我干啥不知道我多喝热水 那我也不是医生啊 我也不懂那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啊 我说你看他气不气人 我说和他聊天 我就聊不到十句话 还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下班了吗 我就特累 我就抱怨两句 也受委屈了 他倒好 他跟我来了一句 那你多休息 我还忙 然后我就说 不行 然后完了他倒好 他聊天聊不下去了 我发一个白白这个表情 男的一般人都知道呀 发白白这个表情 就男方摊上事儿了呀 他倒好 他以为我要睡觉 那天爱的你睡吧 晚安 那你工作 那你工作累了 你说 那什么 我要你早点睡觉 怎么了 是啊 你让我早点睡觉 没错 你说两句好话 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了表情 我以为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 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我的那些想法 有一次就是我俩约会嘛 挺开始的那件事啊 他突然就指到一个女孩 就说特像我前人 然后我说 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 人家太漂亮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 你说川哥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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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前女儿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 后来就分手了呀 你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不抽屉我 我再问一遍啊 以前的女朋友漂亮 现在的女朋友漂亮 她都 都有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 你前女友漂亮 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她 说她怪话 也不合适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 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还挺般配的嘛 她这个性格 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她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她剪头发 你让她给她烫头发 你知道吧 她就咬住死咬住人家 那个过去 人家大脸盘子 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 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嘛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 在你这个大脸盘脸上 做得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你说她花了冤枉钱 这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对 她朋友多吗 她朋友还行挺多的 但是多是多 她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 她带我去朋友聚会吗 她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她去看她那个哥们 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嘛 她就感觉挺好奇的 说看了她那个新女朋友 结果人家看见 我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钱 我长得倍漂亮 但是我感觉 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她跟她哥们的女朋友说是吗 他哥们也在旁边 我说好意好意 祝福你知道吗 祝福已经天长地久 你那么一说 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哥们前女儿 确实长得挺漂亮的 对不对 我说实话实说 我希望我哥们 又后来找个 这样的女朋友 那我觉得 找这样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哥们 能找到真爱了 那我就祝福她 有你那么祝福呢 你明白就去添乱了高年 你说她在朋友面前 说话不注意也就得了 是不是 她在我家里面 她还是这样 我刚开始把她 带我家的时候 我认为她挺老实 总比那些花言巧语的男的好 在我家里面 我爸就说 她是干什么的 她倒是挺公司回答 美发的 一个月震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说没关系 只要是还年轻 能奋斗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 然后又问她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 人家就说 我今年剪头发38 明年我要剪到48 你的志向真高大哥 那你想要我剪到88 也不现实吗 对不对 那我没那个能力吗 不是 你剪到48了吗 现在 我剪到 那就行吗 她到现在都还认为 说的是 我的远大志上 就是让她剪到88 人家说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剪到88 你的目标也就是 20 今年涨20 明年涨10块 后年涨5块呀 那当时你爸也没说这事呀 也没说什么 就说有什么打算 我就这样实话实说了呗 你说人家一般的男朋友 不都是说 我今天买个车 明年或者买个房 人家这只想多远吧 所以姑娘 你看一般的你也看不上 对不对 你看这些小伙子挺好的 你父亲怎么着 就不高兴啊 觉得 没不高兴 他当时那么一说 我爸一头雾水 说你这孩子真实诚 那挺好嘛 那挺好 然后后来 说出来我都嫌丢人 那次我表姐 我表姐不是也顺便来了吗 但让闺女一块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 说让小孩子给大家唱唱歌 乐呵乐呵呗 刚才幼儿园学的儿歌嘛 然后唱到半截 我们大家都挺捧场的 这大神直接就来 就哈哈等着大笑 完全不顾我们大家的 就是尴尬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我就 我还当时还给他圆场 我说你笑什么呀 孩子唱了多好听啊 他倒好 他来的一句 那唱的好吗 第二都跑到国外去了 我唱就是难听 那我笑还不行吗 你憋不住 你憋不住 你就不能给孩子留留自尊心 是吧 你说你不哄还好 你那么一哄 孩子哭得更厉害 怎么了 那你又看孩子哭 我哄一哄了吗 不行 不对吗 有你那哄哄的吗 你告诉大家 你咋哄的呀 我就说 宝贝 你再唱 你再唱一段 这时候我肯定是鼓励你 给你鼓掌 你真行 我告诉你 你真行 弄得我家 我家都不敢说话了 你知道吗 都说 你说吃完饭以后 在家 你闹得这么多尴尬 你说你下午子期 陪我爸爸 你说你好好下 你让人让老爷子呀 是不是 我就感觉他就不会来 不会来事 我就跑过去那么一看 我告诉你 人家一点都没让着我爸呀 就是 我说你 挪了一步棋子啊 我偷偷告他 然后人家就说 不能挪啊 挪了干嘛 挪了你爸就赢了 你知道吗 川哥 当时我那期 活三死四起 竟他这么一挪 我还赢啥呀 老爷子把我两边都堵死了 我还怎么赢啊 那你让老爷子 赢一让一局啊 是不是 你下来几盘 把我爸打的那一头雾水啊 那我还故意输吗 我故意输 对老爷爷有尊重吗 你这个 活宝剪得挺好 好吗 我感觉我和他过不下去了 行 听明白了 叫人家嫌你没脑子 想跟你分手 你愿意分吗 不愿意 喜欢他吗 喜欢 他有点看不上你 你还是喜欢他 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嘛 我也觉得你俩挺般配的 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这个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说话 有的时候确实太直了 我没感觉我说话太直啊 你那些朋友都特喜欢你 还可以啊 挺喜欢的啊 我看大家也挺喜欢你的 你一会儿让老师帮你分析分析 你应该怎么办 好吗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别看姑娘你对她很多的抱怨 但是你心里藏着对她很深的喜欢和眷恋 只不过你希望她对于你有更多的一些回应 你所期待的那种回应 对 但是后来当你发现她的这种直率的时候呢 又会又会对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这种方式形成一定阻碍 所以你就看不惯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深藏次还是挺喜欢她的 所以你们之间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谈到分手 我只是希望有一点小伙子 你不要注意 你的内心深处的你 并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够知道哪些场合是这样 哪些场合不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跟你的女朋友 合作这场爱情应该还是比较融洽的 好嘞 谢谢您 其实心直口快 我们很多人经常会这样讲 我说话比较直啊 就别介意 其实往往我们在说话 说我们比较直的时候 也为自己不走脑子找了一个借口 其实很多事情稍微多显的是比较累的 也是比较复杂的 心直口快 在某些层面上来讲 说你比较实诚 但同时也说明 我们在想问题想的比较少 比较单一 同时的话 也可能偏自我 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今后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 说话别那么快 第二呢 多想想 人家想听嘛 第三 你说这句话之后 你想表达的意思 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嘛 有的时候你表达的意思 和别人听到的 未必是一个意思 当然我最可怕的就是 也最担心的就是 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我刚才所说的 就没有任何的好处或者帮助了 俩人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应该挺互补的 但是你追求完美那也是不可能 好吧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胡老师 其实更多的条件下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不说 明白吗 可我憋不住啊 不要任性了 只要是个成年人 就应该能管得住自己的嘴 管得住自己的手 管得住自己的脚 唯一管不住的是 自己脑袋里面想什么 那是管不住的 所以不要任性 你刚才说这句话 你说我憋不住 这就是任性了 你既然知道自己不懂得怎么说话 又不愿意去伤害别人 我就选择不说 我选择沉默 这样的话会让自己多看 多想多听 你明白吗 这么说我还明白的 女生往往很矛盾 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一心一意 一方面又希望她甜言蜜语 但话说实在的 会对你甜言蜜语的男人 他对你又未必会专一 而真正对你专一的人 也可能就笨嘴结舌了 在生活当中总是出现一种男人 嘴巴特能说 好像看什么事都明白 活得特别的透 说啥啥都懂 特别会来事 人世间的道理他全都懂 但情感生活一塌糊涂 虽然我不是说 一心一意的男人就一定嘴特别笨 但是这是一定有相应的 心口合一的状况 心理简单的人说话就是简单 心理复杂的人 可能他懂你想听什么 但说出的未必是自己的真心话 所以凡事不能求全 我相信在你身边 那些会来事的男人挺多的 但他们的话你能信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但只是要懂得方式方法和场合 如果实在分不清楚 就不说 回到家里跟他怎么说真话 都没关系 但是一旦出了门 怎么选择 紧开口 慎言行 我觉得保持本真和任性之间是有差异的 你是本真还是任性 本真 也有任性的 太任性不好 不要把事情推到极致 太极致也不好 去一去 回到生活里 平时一些会更好 学习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虽然有点 有话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你那 我一心一心对你好 今天你来这要跟我分手 我特别的伤心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看看吧 你以后改不改 我尽量我改 改还不行吗 我说我改了 你还要跟我分手吗 我再考虑考虑看看吧 你就别考虑了好不好 再说我就是 有话就直说嘛 我感觉 我特别着急 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问你件事吧 我的心是在你那了 我一心一意对你好 我问你件事吧 那我现在生病了 你会怎么做 你多喝点开水了 喝开水多好了 行 请回吧 回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生想要的 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 来 请关门 男生很习惯 其实又说了一句 多喝开水了 女生能不能包容 男生能不能想清楚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随着你能出来 谁让你能出来 我感觉吧 也许多喝热水是一种另外的关怀 但是你要是改不了 那我改 行不行 来来 站在这边吧 好了 有些我们小花童吧 有些 慢一点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爱你 五个一十一对你好了 真你相信我 我会改的 我相信你 以后在外面说话 经过你大脑思考思考 有啥事回家咱们说行不行 知道了 亮灯吧 亮灯 来 送个礼物 要不要吃一杯水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啥时候剪的八十八呢 你 好 加油 其实这个表述和性格 有的时候你看表述和性格 说它有关系也没关系 说它没关系也有关系 包括踏实 物实 有梦想 当你把这些看似矛盾的这个词 放在一起进行组合的时候 在人生进行组合的时候 或者放回生活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 就像刚才这一集 我相信每个人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希望有爱的人 能够长期的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辈诗爱情搞掀起 来 附老师 天天圈的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在一起一年多了 最初挺好的 我们也都见过父母 但是今年年初 他突然跟我说分手 分开一个月又发现 怀孕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论你现在爱或不爱 怀孕这个事 你都应该告诉对方 因为对方具有知情权 但无论如何 孩子不能成为延续爱情的理由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